每次去饭店点这个紫苏牛啊 起码要88一份 其实你自己在家做 20块钱都不到呢 像我们这里的牛啊 只要10块钱一斤 你们那多少钱一斤咯 首先这个牛啊 剁成粮子粗细 剁好的牛啊 咱们就直接拿去腌味 因为这个牛啊 本身的鲜味就不够 不要再去清洗了 放7克的盐 5克的味精 把底味抓进去之后呢 再放7克的这个玉米淀粉 一定是要用玉米淀粉 因为超级生粉 煮出来它会黏黏糊糊的 像这个玉米淀粉 它就是外酥里嫩 整道菜就是黄瓜打底 辣椒蒜子为辅 接着直接开炒 油温烧到7成热 把牛蛙下火炸 倒进去之后啊 先不要早就动它 让它先定一下行 接着给它抖散一下 抖散之后啊 咱们给它捞出来 再次把油温烧高 给它覆炸一遍 像这种啊 外面是酥脆的 里面是鲜嫩的 这种效果就差不多了 锅流体油 把姜蒜还有大料啊 小火给它爆香一下 香味出来之后倒入牛蛙 初味的关键啊 就是这个湖南特色的紫苏酱 有了它 实际免去了其它的调料 而且啊 一勺就能做出饭店的招牌菜呢 就像你平时拿来煮鱼 炒鸡啊都非常的好吃 加入一勺啤酒 焖煮个两分钟 焖到这种收汁了 把配料放下去 一定是见油不见汁啊 你看到没有 来来来 出锅出锅 像这样做出来的牛蛙呢 香辣入味 好吃又下饭 学会的 你们也在家做起来吧